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人是无法知道另一个人的原神是否苏醒 必须进入原神意识才能知道 二 被唤醒的过程或是方法有什么样的区别 简单分就是外力及自我起零 外力就是起零 比如转莲花起零 做莲花阵起零 或者透过师兄解迁零 而自我唤醒状况就很多 我有遇过有一些人是在念经中突然讲天文 也有晚上睡到一半四肢开始不自觉动起来 至于原神一定要被唤醒这个问题 如果是外力一世就可以控制 但如果自我唤醒就很难控制了 大部分本灵从出生那刻就我们相存 所以它本就存在 换一个角度想 本灵会自我唤醒的人 一般而言 都与内心有关系 比如对修行有兴趣 或者想学通灵 或甚是对宗教等等 原神与我们相存 一定是我们本身的缘故 不然先天灵不会莫名找我们共存 所以本灵唤醒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我有遇过 有人在我面前哭哭啼啼说 他不想灵动 他不想灵通 我说 人会骗人 但灵不会骗人 你内心真的一点欲望都没有 他不可能在你出世那时就与你同在 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灵动与本灵 可以看到人世间的百态 延伸阅读我在人间与灵界对话 出版六年灵修畅销 原神苏醒后 除了走灵修 是否还有其他的修行方法 苏醒不等同于觉醒 就好像人刚睡醒时 那叫苏醒 但要能够觉知当下的每一刻 察觉每一刻的深口意 那才做觉醒 因此 苏醒是停留在气动阶段 或者只是会讲灵于写天文 这都只是苏醒 但不代表他的原神已经全觉醒 但是 灵动与天文都是我们内心潜意识放大的投射 从这些便可以观察出一名灵修 人的修行与行为程度 暂且不论这两者的差别 来谈一谈 除了跑功谈 到场的灵修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的修行方法 灵修没有 既是度俗 斩妖除魔 度化众灵 那么肤浅 灵修也不会仅停留在灵雨 天文 灵动 唱灵歌这些看似与众不同的奇人意识范畴中 灵雨 天文 灵动 唱灵歌只是一个过程 它是内敛一名灵修人重要的过程 重要的是 它带给一名灵修人何种的转化 灵修这一条路上是非常多元化的 你想怎么去怎么雕塑它 它就会形成你心目中的形象 你喜欢佛学 你的灵修就会充满佛学气息与观点 同样你也可以用佛学观点融入灵修当中 如果你喜欢禅学 同样未来灵修路上都会充满禅学的气息 如果你喜欢阅读心理学的书籍 相信我 你的灵修路上同样也会以心理学角度来切入这个法门 如您对道法有兴趣 相信你以后所走的灵修 必让你的道法更加的具有力量与深入 换言之 灵修除了跑功坛 会临山之外 更重要的是 除了生活修之外 山一命补乡都是灵修的重要要素 你又深入哪一项了 延伸阅读 我在人间的灵修迷藏 灵修人必具备的灵修入门工具书 四 当原神唤醒后 原神与本人的意识间产生冲突 该如何调适与面对 灵修是一种走入内 在自我疗愈与修炼之路 更是让后天意识与先天原神走入合一的捷径 有人念经念佛 一辈子感受不到诸天菩萨的存在 更谈不到所谓的神秘经验 常常只停留在表层 有人满口灵修 带天办事 斩妖除魔 度化英灵 超把英灵 要带龙凤而回归天界等等 但是 私下的行为还是非常自我 不在乎所谓的因果业力存在 因为他们未曾真正的感受鬼神力量 以及看见内在的原神力量 走灵修时 灵动与天文会先让我们了解灵的存在 会让我心存警惕后 再回头来修行我们生活修与宗教修的观念 灵动与天文都是我们内心潜意识放大的投射 从这些我们及外人 可以观察到这个人真正的修行与行为 但太多人反其道而行 以为专注在这上面就是真正的灵修人 就如同练毛笔 就算换再好的毛笔 也不会增进功力一样 至于原神与本人意识该如何调适 灵修人应该好好思考一个问题 当你真正想走灵修那一刻起 你的生活哪一点像一名灵修人应有的态度 如果烟酒大鱼大肉做习不正常 爱聊八卦是非 爱论他人闲言闲语 生活中没有一点像灵修人 那么不要谈原神力量对于后天意识的拉扯 与彼此的冲突 甚至连进入神鬼的经验也不可能有 那又如何谈灵修呢 灵修最苦不是拿钱出来做超拔 跑灵山 渡亡灵 会无目 最苦是生活必须改变 这才是最苦的地方 五 原神与后天灵之间的冲突 原神与后天灵之间的冲突 一般会有三种状况 一种是完全听任原神的意见 一切以原神为主 原神说什么 本人往往没有意见 这种人在生活当中 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主见与想法的人 走灵修 对这种人而言就是一种礼物 以为完全不用再动脑过生活 一种是以自我为忠心 不管在写天文 说灵语时 原神传达何种讯息内容 一切以自我为忠心 不管灵修当中得到何种讯息 生活上各种好与不好的习性造就 等到生活开始过得不如意时 再开始指添骂的 千错万错统统是灵修的错 第三种则是协调 先天灵与后天灵的协调 以生活修去端正内心及行为 以宗教修去检视内心 以宗教修去检视内心 从正性宗教的义理去检视自己 方才有提及 灵动与天文都是我们内心浅意识放大的投射 那么该如何察觉灵动与天文内容 必须有强大的觉知力 这必须靠内敛才能够了悟 在内观静修中更容易看清自己的内在 这是一种修行方式 灵修是透过灵动及写天文 反射内心 与内观意思是差不多 只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内观 因此 放眼脸书 网络 灵修 数益谈及灵修 大多就开始漫天谈论鬼神 带天命 凯因 千灵 点灵认主 先天八卦后天八卦 一堆看不懂 又常常被挂在嘴边的名词 但是 一名灵修人要如何真正进入观照 这才是灵修的要领 灵修最困难 不是花钱正日再点灵认主 度亡灵 修转世灵 修朝代灵 最难是把生活过得自在又快乐 做到这点 再来谈看不见镜头的灵修还不迟 如果以上的谈论 与你本身灵修学或是宗教有任何冲突 请谨慎评估 以上言谈仅是宇瑟分享灵修路上的观点 喜欢宇瑟工房影片 请记得按下订阅 您的支持 是宇瑟继续无私分享灵修的动力 在此敬上最诚挚的谢意 如果想要更了解宇瑟著作 欢迎上网订购宇瑟灵修六部曲 以及宇瑟塔罗牌三大攻略 也请别忘记帮我们按个赞哦 宇瑟灵性美学工房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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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